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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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来到8月9日星期五 欢迎收听今天的EG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的执行董事王韦豪 Raffi为第一分析市报 早晨Raffi 昨晚美国公布最新就业数据 比预期好 可以带领美股止跌回升 导致更加旦升 超过600点 究竟为什么市场的看法这么正面 待会也会问Raffi 幸之夜期升至259点 希望港股今天表现更好 大家有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33819 或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结果上星期首次新领市集救济人数 减少到23万3千人 低过市场预期的24万人 美国十年期债息立即回升 一度升月四里 就业数据回暖 舒缓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美国星期四大幅反弹 道指高开之后 曾经飙升7444点 纳指一度升超过3% 标指创2022年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道指收市升683点 报39,446点 纳指升大约2.8% 报16,660点 标指升2.3% 报5,319点 美汇指数曾经升大约0.3% 日元先升后回转跌0.3% 利率期货显示 联储局单次减息0.5% 机会率下降到55.5% 商品市场价格方面 金价度会升1.8% 其有价格升大约1% 焦点美股 科技股反弹 Meta升大约4% Tesla升3.7% Google和亚马逊升近2% 苹果升1.7% NVIDIA反弹6% 报104.97美元 英特以烟炒升近8% 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百度比港股升大约4% 阿里巴巴、网易和京东 比本港收市升超过2% 腾讯和美团升大约1% 腾讯至宣布372.27 二汇丰控股ADR 比本港升超过2% 折算布64.26% 友邦、港交索比亚迪 升幅超过1% 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道指期货集幅偏远 39,584.17% 纳指期货集幅靠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 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和南韩股市 升幅1% 日经平均指数 35,223点 升至392点 澳洲市升至0.5% 新西兰市升至0.2% 至于恒指黑期升至200多点 待会有机会高开 我们先和Rabbie聊聊外围市况 今个星期都可以说是挺惊涂铐浪 星期一大家都在客户 大家一直在关注着 Carrie Chain的拆倉 美国经济情况 在计前日日本央行出口水放甲之口 昨晚美国的新领司救济人数 虽然一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数据 但新出来没有延续到7月降落 市场反映相对正面 恐慌指数BIX都回落超过1.4% 8月标指短短5个交易日跌近6% 日经指数在今个月内也下错了1成 市场正在评估 由美国经济水涛的忧虑 和日元拆仓潮 引发过大震荡 究竟结束了吗? 不同大行都有不同看法 好像外电引述高盛 有的看法就会认为 最差的抛售可能已经过去 但交易界其实还未完全清除风险 目前要对大方向性压住 仍然要保持紧慎 简单来说就是先看清楚 你自己又怎样看 好像小小的一个数据 市场有这么大反应 即是急跌之后的一个反达 还是市场情绪是舒缓的? 其实我的看法也和高盛 是挺相似的 当然你要想一下 就是过去这个星期 特别周初那一阵急跌 其实有两个主因 一来当然是对美国经济衰退忧虑 这两点是造就 就是整个市场 周初是想得非常夸张的 无论是美股 亚太区股市 或者所有资产价格 譬如虚拟 都是这样的想法 当然美国经济衰退忧虑 最主要一点是上星期五的失业率 所谓升到4.5.3之后 过去经常说的 那个杀务规则 就升到这个规则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即1950到现在11次 升到这个杀务规则 是意味着衰退的 那一刻就令大家 又抛回这个说法出来 因为本身整个市场 在上星期之前来计算 其实基本上 没有什么反映过 美国衰退的因素 一直都觉得是会 软炸鹿 Godyloss 这些看法 所以就一直以来升上去 所以一个观点 所谓的类似逆转 就是造就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但是也好在 之后今个星期 回来的一些数据 是小小叫救回这件事 由星期初说的 ISM的货务业指数 因为本身美国经济体货务业 是比制造业重要的 其实那个数据比预期好 去到过这几万 虽然我们说昨晚 其实本身过来星期也有 就是失业救济金 其实本身就不是什么 重要数据 但是大家都拿来看 也算是比预期好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星期经历完 一些数据公布之后 又稍稍救大家 对于衰退的看法 因为的确 刚才说的 杀务规则是能够输的 但是这个人生去看的衰退 其实只是因应失业率去看 但是其实美国 如果你看整体的经济面 整在数据上看 其实很多数据是未恶化得那么重要 未到一个衰退的地步 你可以说放慢点 或者放弱点 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是否很明显衰退了 其实现在真的未必一定是 但也很同意要留意住 正如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星期好处处回整件事 但假设下星期或者过去两个星期 这数据又是变差的 例如来个CPI 或者各种东西 又是变差的时间 又有这个看法 其实又是来多一剂也不奇怪 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同意 可能是见一步下一步 或者是整个美国经济状况 都不断去看 因为始终这个好适于 就是之后的美股 是否可以强回还是要再调整 因为如理论整体走势 股价当然绝对不是便宜 所以这些是一个后市很主要的原因 而二来当然刚才提到 Yen的拆仓因素 也触发到股市 可能crypto 很多不同资金价格 那大的波动 而也因为好在这个星期 也是刚才提到 譬如日前 有央行副行长 也算是少少救回这件事 也说到可能不会在这么震荡 对它加息 这是令大家稍稍的拆仓因素 也不需要再做 也同意 其实说真的 由162 达到之前穿过142 这些哆啦银楼下 现在上145左右 146左右 也算是认回一点点 认得来 又未去到162 这些位置 所以我想 未这么快触发到 新一粮的拆仓 除非你说 稳定完之后 央行又再出来说话 又说会加息 可能又再来一次 某场上同意 短线最恶劣的情况 可能是冷却 但是是否完全没有了风险呢 经过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一定不是的 所以你说 未来的走势 我觉得市场 会逐于比较波动 例如特别美股 再马上门抄上 再破顶再上 除非未来的数目 是非常乐观 又完全没有了衰退的忧虑 否则 我想也是 坐上坐楼 好像这几天 弹着点 然后有时回回 这样的波动性 比较机会性更大 当然 我想很多人心里 变得疑问就是 AI概念 或者是一些大胜 科技股 一直都是美股的明星 今轮都高 调整了不少 究竟是怎么看 再大跌的风险 还有没有 大家应该 中长线有 是否吸纳的时机 因为每一次 以前大家都说 调整一定吸纳的 现在这个看法 有没有变化呢 其实大体上 没有太大改变 当然大前 大家要对AI 这个概念还是看得正面 但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都同意 其实还是乐观的 因为始终 你长线来说 AI这个 我想都应该走不走的 只不过就是 究竟过去 有没有炒过聋 这是最主要的关键位 但是大方一定是看好的 所以难得这些股股 退了这么多 可能在股价上 便宜一点的时间 其实慢慢的吸引性 会增加了 但是当然 正如刚才说 因为近期的市 是属于我觉得比较波动 其实变相 这些科技股 都一样了 特别是一些 可能AI股 身边股 那些 其实都会比较波动 但是上大陆一些 所以你现在买 你就不要像 之前那样 可能买完 过了两三天 就上去 可以赚钱走人那种 变相比较脆 所以我也很同意 其实如果你用了 一个比较中长时间的看法 那才可能去考虑 而且也有一样 可能分着去买 这个会是比较合适 但是当然更加细致去说 其实近期的AI股 也有少少分化 即未必每一只都是这么强 譬如日前 可能前日 SMCI 和另一只 一来一回都很大个差别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 要去选 都是选择一些 做芯片类那些 比较上游一点 那些会好一点 但你说做硬件 或者做server 那类型 可能就未必是太强